為了照顧里內長者 新北市永和區秀城里長 運用里辦公室 開辦銀髮俱樂部 以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每週兩次更是安排教練 前來帶領長輩做肌力操 維持長者身體機能 增進健康 在教練的帶動下 長者坐騎體勢能操 訓練肌力維持活力 永和區秀城里 開辦銀髮俱樂部2.0 即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每週兩次邀請專業運動教練 帶領銀髮族做運動 維持身體機能 我們年紀大了 就怕肌肉肌少症 那我們就來參加 訓練我們的肌肉 長肌肉這樣子 來了以後會覺得說 像我這麼胖 那我走路的時候就會比較輕鬆 譬如說我們炒菜 左手拿鍋子 右手炒菜的時候 就要拿鍋子 就好像比較有力拿這樣鍋子這樣子 你爬樓梯拿菜的話 也比較有力 也比較輕鬆 這樣下午有時候去 早上去運動場 走路也比較好走這樣 只要比較輕鬆 來上課 除了促進健康 更是里民交疑聊天的時間 對於許多照顧者而言 是放鬆的最佳時機 像我現在在照顧我87歲的媽媽 就是因為她有躁症憂鬱症 然後脾氣不好 然後我可以來這邊紓壓 對 真的可以紓壓 不然每天就面對我媽媽 我媽媽脾氣又很不好 很暴躁 然後要有那個耐心跟耐力 去照顧她 所以有時候我遇到不愉快 我在這邊發個撈騷 然後紓壓心情 在里長黃世偉的努力下 秀成里在108年運用里辦公室 成立英法族俱樂部 接著成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提供血壓量測 共餐及健康促進活動 讓張哲走出家門增進健康 包括我自己也有爺爺 爺爺是住一起的 那年紀到了一定都會退化老化 那看他們這樣子原本都很開心 每天早上出去運動什麼的 到後面慢慢不能走膝蓋痛那裡痛 然後整天都是跑醫院嘛 對所以也是看著說 畢竟有接觸一些運動健身的部分 所以希望說能夠教導他們做機力的訓練 讓他們能夠維持身體的健康 然後肌肉的穩定度 然後讓他們能夠持續的那種過好生活 里長關懷里內長者 媒合資源提供空間 讓英法族定時訓練激勵 延緩退化 安心在地安老